小白 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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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播了 陽光灘灘的日子 至少鏡頭拉過一些 沒有那麼多 看到那麼多集物 不要緊 人都知道我們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有個集物 想不到這裡的 首先呢 還沒開節目的人 第一時間SuperTrack了我們 SuperLine我們 多謝了 多謝上次做完之後 又立刻用轉數快 或者PayMe支持了我們 這個是老朋友來的 竟然開張椅子 如果他真的阻止我落下腳 他真的會有很多椅子 太遠了 我們說真的要打字 那麼基本上呢 就多謝了 我一會兒交回去 我的紀錄拆讀 每一次我都說 我們可以到今天 是多謝大家支持 那麼我們的 雖然我們的Patreon 不是很多人 但是都是有人 不是那些 就說只有幾個 我都覺得是一直有支持 是多謝的 這個也是要多謝的 基本上就是 如果大家想繼續用Patreon的方法 就下面有一條link 很簡單的 你有信卡 就可以用那個方法去做到的了 另外我電話 98627332 大家可以 隨時有問題可以找我 甚至也有聽眾問我 比如法庭線 好像告急的 怎麼幫忙 那我都盡量給它 或者怎麼去做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都告急 我們都告急的 我們告急的 現在流量被人打壓 但是有些在金錢上面 是告急的 比如這麼說 我也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些 用錢去支持一些 留在香港的人的時候 支持一些值得支持的 比如好像我們的老友余一 這個銅鑼灣店 都說都沒有人幫襯 因為可能沒什麼人知道 我都在幫忙看看 余一其實在銅鑼灣的show局 Solo 叫做Solo裡面 就是Apple Mall Apple Mall那裡有個小店 大家可以去幫襯一下 你幫襯余一 余一就可以幫到很多人 我曾經是一個受惠者 在我裡面坐的時候 大家可以幫幫一下 大家可以幫忙 記得留言、讚、分享 還有長期訂閱 長期訂閱很重要的 幫到我們推到流量 還有一些廣告的收益 現在是 YouTube是不知道玩什麼花神 去到六、七月就玩東西了 所以 如果是 當然 如果還要加上某些勢力的話 我想說 其實 我們現在消滅不了你 對付不了你 但是你都對付不了我 對不起 你都沒有想著消滅我 就是 投訴、投訴 還有投訴 發動一些人來投訴 是不會消滅到我的 不要玩這麼小可惡的東西 我們是秉持著一個所謂公理的角度 去分析一些東西 你喜歡玩私怨 就是你的事 你的問題 你的人有問題 OK 這些無良交 大家都已經始於為伍了 其實 真正清醒的人 已經始於為伍了 再加上 已經不要搞這麼多事情了 香港 你對付 那個政權已經夠無良了 已經夠小學雞了 是不是 還要搞這麼多花神 做什麼呢 做人 是不是同路人 是不是同路人 你真是完全不覺得是同路人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很需要大家的真正的 其實對我們的支持 還有就是 就算不是你 我都誣是你的了 其實 因為你曾經在節目裡面 叫別人 你這樣 是吧 你曾經發動過這件事情 記住 是吧 所以 也都是可以透過Patreon 如果你想月工的話 支持我們的話 可以是Patreon 小額的捐款 記住是小額 那 如果你說不會搞的 QR Code 那你就可以直接 用電話聯絡它 對了 再講一次的電話 98627332 那也多謝阿Wing剛剛支持了我們 因為這些開了名的 就在那裡 shupertack有名的 我都是純粹 就是一定要看時間多了 但是我要講 其實我們和那些所謂的保糧局 這幫人 我又不是這麼擔心 我和保糧局那幫人一樣 我們有固定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的支持者是清醒的 我們講得不好 他會告訴我們 提我們 他不會好像盲蟲的支持我們 就是有時候我都會講錯話 拜也都可能會講錯話 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 所以我又不是很擔心 我們怎麼被打壓 因為慢慢我們可以做上來 好像最近我們都做上來 不過有件事是真的 YouTube依然都繼續打壓 就是有黃標 上次有黃標 所以我會講的就是 就算不是黃標 YouTube都不知道 因為有些針對性 或者什麼 就是派廣告都會少了 所以基本上那段影片 本來以前一萬人看的影片 的收入 就相比 懷疑是香港YouTube改了制度 是嗎? 專門分享娛樂影片 政治那些等等 就全部減了10至20%的觀眾 為什麼他可以控制到減為加呢? 我醒了他的肺 那他是共產黨 我一向都說 全部都是他控制的 所有事情 他要給你一些什麼 所以就說 其實現代人 其實你不會以為 我們是free了 就是可以上網看好的東西 但是網上媒體 是更加操控你的 其實 所以我們這些 是更加需要大家去支持 還有真正要支持 這些 尤其是在地 繼續在香港發聲的人 那你剛才說 我們這些很多觀眾 都是清醒的 那不是的 都有些我們長期的湧蹬 是瘋的 例如七六三 為什麼他叫做湧蹬呢? 他當然是湧蹬 他每一集都看的 他不是湧蹬 他每一集都看的 他每一集都看的 還不是湧蹬 就是說老人太 那樣 今集又出來 今集又出來 我一平等時間禁了他 今天我們這些事情太精彩了 我很少在星期一 我們這麼多事情說的 直接一開始幫我做小粉紅 我已經本來應該很生氣 變了更加生氣 首先我提醒各位 我們今天不知道什麼日子 但是昨天我們知道 就是家區的死記 所以特意穿上衣服出來 也都預示了 家區 他好像6月10日出生 6月30日離世 就是一個很象徵的日子 就是6月30日再沒有延後了 所以那些香港的最好 輝煌最美好的東西 就是在6月30日 也都有位女的年輕人 都昨天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口吐小姐 你問我平時突然間 但是某些日子也都會有人提醒我們 我多謝一直提醒我們的人 我不可以每一個細節都記了 但是多謝有人還記得 我們都會提醒我們 或者我們的政府也很多時候很輕提我們 為什麼我今天小粉紅這麼生氣呢 本來很… 歷史不提就會很快過去 所以大家要保持著 所以你想我忘記 我不會忘記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本來我作為小粉紅 今天應該很開心的 如果正常 他那個街 你經常不經常把飛彈出去爆起來 這樣 好難不老禮 什麼 慶祝嘛 慶祝的要燒炮獎 燒煙花 當然了 爆了人家附近的槍 燒炮獎 就是一個巨型的炮獎而已 沒事的 你本來… 不是這樣的 我們國家有什麼出詞 他本來想著 我們又成功發射什麼什麼 這樣 那是民間火箭來的 但是他都會說中國人 中國的民間 我們計什麼 由中國計得我們國家去支持 我們民營都可以發射到火箭 好呀 創舉來 火箭射上天有多不行 射到半腦爆炸 還要撐些 跌落民居那一刻 火一下才難 他可能有史以來是射上天 最快爆的火箭來的 不然北韓都有 最近啊 你明白嗎? 他發射到半 就是離開差不多大氣層的附近 但是他是 嘩上去 不然也不會波及到這麼多民居爆 就是因為太近地面 很幸好是跌了到山上 太近地面 炸爛了 但是方圓幾多公里的窗門 就是那個爆炸力的 什麼都很重要 基本上就是 本來是開心的 我們國家很偉大 我也覺得是 全世界最長的海上橋 嘩 昨天 塞冷道 全部是國慶的事 本來是開心的事 絕船該死的 你那些人自己要撲過去 那副離新 新市坑的嘛 很喜歡的 很香的 真的 全部都撒過去了 接著我又看看怎麼樣 之後有沒有生意了 是不是 還有港珠澳大橋怎麼樣 是不是 可以丟掉它 炸掉它 炸掉它再起 如果不是 那怎麼會增加這些 那它又是另一件事 那個是直接由香港 叫做這樣過去 但是如果要去中山 如果要去中山 那它一定會選那一條 已經不需要 港珠澳大橋不需要什麼 其實有爭生意的 本來沒有生意 港珠澳大橋本身已經沒有什麼生意了 那又更加 但是 但是我明白的 你不建這麼多大橋的工程 有怎麼刺激經濟呢 一向都是這樣的 還在用一些很老土的 凱因斯主義的那些理論的 其實原來香港特區政府是這樣的 他就這樣想 還有就是 你不建的 有哪有借口 拿政府拿一些公帑來 是不是 就是建這些工程 工程界有得益 然後我又不知道市民有沒有得益 工程界一定有得益 真是多謝了 政府幫你 是不是 講開一個財路 好吧 看多一點 明天大嶼搞得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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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